首先呢,第一个,你先到我们的邮件的标签点一下 合并列印,从这边开始 好,我们开始哦,来,请看 首先呢,请你到启动,启动,合并列印,启动,合并列印,点下去 然后呢,麻烦你在里面就选一般握的文件,其实就可以了 一般的握的文件,这是握的文件嘛 一般握的文件 按一下以后呢,好,它就启动了哦 等于是告诉它说我们要开始了 接着呢,要去把那份表格抓进来哦 把那份客户的表格抓进来哦 所以请你到隔壁,选取收件者 选取收件者 按一下这个选取收件者 那因为呢,我们有现成的表格啦 我们有现成的,所以麻烦你选第二个 使用现有的清单 使用现有的清单,有没有看到 好,点下去之后,它问你这个清单在哪里啊 来找一下,我是放在桌面嘛,不是 放在下载,还是桌面,桌面了,我把它桌到桌面了 哦,1209,1209,我们今天的日期,1209,我把它点两下打开 找到了合并列印资料 这个资料夹,我们把它点两下打开 好,采购单对不对 没错哦,点两下打开 看到了客户清单 要选这个哦,你不要选错哦,一定要选这个哦 就是那张表格啦 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表格啊 好,点到它了以后呢 按开启 进来了 它已经合并了 就等着你把栏位放进来而已哦 我带各位去检查 来,你注意看我检查给你看哦 你跟着我一起做哦 有,去检查是检查说它有没有进来 有,我们才可以开始把栏位放进来 怎么去检查呢 在这里 各位你往上看 有没有看到一个插入合并栏位 有没有看到 这个按钮到我看到 你把它点下去 哦,看到没有 有,产品,产品名称 单价,厂商,供应商,数量 通通都是那一张表格的标题 有没有 你看到这样子啊,你心就安了 因为代表它已经合并进来了 只差还没有放栏位进来而已 这样了解吗 好,来,那我们继续做咯 这时候呢,我们开始 只针对第一张就好了 针对第一张,底下两张不要管它 来,请看 你把产品代号这个点一下好吗 游标在里面一闪一闪的 游标在产品代号这个里面一闪一闪的 然后我,然后我请你 到刚刚的插入合并栏位点下去 你选产品代号 你选产品代号 依此类推 刚刚的这个旁边 产品名称这个点一下 插入合并栏位点下去 你选产品名称 哦,进来咯 再来,供应商代号这个点一下 好,到插入合并栏位点下 插入合并栏位点一下 好,最后,数量这一格点进来 油标一闪一闪的 好,最后,数量这一格点进来 油标一闪一闪的 你到插入合并栏位把数量点进来 哦,同学到这边就好 我等你一下 你把所有的这六个栏位 一一的插入进来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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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